您好,今天让我们来介绍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 它的图案意义,先天八卦,后天八卦的图案意义 希望你能理解它,从而把它背下来 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也会谈到杨宅的一些基本理论 然后来用这个理论来说明后天八卦为用的范例 这个课程是一个基础课程 只是希望能帮助你记住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 你记住先天八卦的顺序,图案意义 后天八卦,他们的位置,方位,数字,以及数字分别代表谁 然后你把这些都记下来,背下来之后 未来你有机会在进一步学易经的时候 老师所谈的,你会比较容易吸收 我们这个课程会谈主要三大部分 就是刚刚前面所讲,先谈先天八卦 再谈后天八卦 最后来用杨宅做一个范例说明 最后来用杨宅做一个范例说明 首先第一部分,先天八卦 先天八卦又名福西八卦 在远古的时候,没有文字的时代 福西认为他所处的大自然 有两个基本的元素 阴与阳 当时或许不称阴与阳 但是他知道有这样一个符号 以及这样一个符号 那我们后人呢 那我们后人呢,赋云他一个名词 称语阴或者阳 但是不论如何 反正当时假设是以符号的世界 阴长这样,阳长这样 那阴,阴上面再来一个阴与阳 阳,阳上面再来一个阴与阳 产生四个 那后人赋予他叫做老阴,少阳,少阴,老阳 那在今日的含义里面呢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这个四项 在职业的时候 是阴寒冷的 这是职业的老阴 慢慢遭阳要起之时 太阳要起之时 慢慢大地来了少阳 之后呢,连大地也热了 日正当中的老阳 到了傍晚时刻呢 太阳下山了 又来一个阴 于是产生 但是大地还是热的 产生哨阴 再用循环到了三晶半夜的老阴 老阴,少阳,老阳,少阴 这样一直的循环 可是大自然并不是那么规律 并不是那么简单 只用这四个东西就可以代表 于是呢 福西又在个别的老阴,少阳,少阴,老阳上面 再加一个阴与阳 阴与阳,阴与阳,阴与阳 产生了八个东西 来代表所谓的天地 来代表水火 来代表雷风 来代表三折 那也就是大自然的一些符号 代表的物相的符号 那这些符号呢 我们来做一个意义上的复养 假设天是三个连的 我们在远端看到天的世界 云一朵一朵的云 在远方看起来呢 是三条线在天空中 我们称之为天 那相对呢 我们地呢 就是好像裂了很多的三痕 在我们的往后背后看呢 很可能看到很多的重重三软 在我们的背后 这些三软呢 彼此是相间隔的 昆地 那由此隐身 天如果在天的下方 有所变动 如果在它的中方 有所变动 以及在它的上方 有所变动的 这样的一个符号 分别赋语的含义是什么 或者呢 今天地 在它的下方 有所变动 中方有所变动 上方有所变动 所代表的含义 我们来做一个解释 天 如果它下方有所变动 在我们看天 下方有动的时候 实际上 树头上的风 云 天上的云会动 是因为风 风 来代表这个含义 这个符号 那太阳在天空中 炙热的一个太阳 火热的一个太阳 在天空中 我们称之为火 用这个符号 那高山上要看到天 要看到天的最上面 是要往高山上爬 爬得越高越好 越高才能看到天的越上面 那在越高上面 有时候会看到云海 看到云的这种特殊景象 云海 或者呢 我们不用这样的解释 有时候我们在平地上面 他这种远古人呢 在地上的湖火 测湖上面呢 看到天的道影 天的道影 也就是天的最上层 天的道影 以测 以这个符号 对测的测 测来代替 代替 那我们另外来解释 地 地呢 如果最下层的一个地 会有声音 会有雷声 会有地动的声音 称之为雷 那在地的中间 会流动的那个东西呢 我们称之为水 在地上面呢 可以看到不同形状的东西 或比较突出的东西 我们称之为山 所以我们以天跟地 来引申 天下的风 天中的火 天上的泽 地呢 以地下的雷 地中的水 地上的山 来对应这八个符号 于是来介绍所谓的 天 地 水 火 雷 风 山 泽 天 地 雷 风 水 火 山 泽 这 先天八卦的关系 你再让这个图案 你现在要想办法记住这个图案 天 简单 三个连在一起 地 是三个分别断 然后在天上面有分别断下面的断中间的断上面的地有连连底下的连中间的连上面的那分别代表的是天地水火雷风三则 你要开始记了开始记了我们再来复习一遍天全连在一起地分开的然后天在下面断开会风动断开在天的恰沉风动 然后呢在中间太阳高日太阳高日在中间 然后呢云海在高山上的云海 山的云海折云海折天上的折 那地呢 地上最下沉地动地裂 地会震动的雷声 地中会流动的水 地上可看见的高山 地上可看见的高山 当我们逐渐开始了解福西八卦 在当时福西用这个八卦的符号来针对大自然的不同物件来做相对应的时候 他所描述的天地雷风水火三则之间跟符号的关系 那在进一步往下走的时候呢 我们也稍微来聊一下 现代电脑科学里面 其实是跟我们先天八卦正好相对应的 在电脑科学里面 我们都会说用0与1来代表 那是它的基本元件 在每一个位元位置上面可以用0或者1来代表 那0与1正好与 与所谓的阴与阳来对应 那每一个位元可以用0跟1来代表 那今天我们也用三个位元 有三个位置 每一个位置呢 可以放0与1 那这样的排列组合将会有这八个 1 2 3 4 5 6 7 8 它分别在实际上电脑的数字上面呢 是代表7 6 5 4 3 2 1 0 这个你不知道或你知道都无所谓 但是我想要往下解释的就是 在这个顺序7 6 5 4 3 2 1里面 正好跟我们先天八卦的顺序是一致的 一致的 那我们分别来谈 天是三个连在一起的 地是三个断在一起的 那天是三个连在一起的 我们称之为钱 那地呢 十三个断在一起 我们称为六断 我们现在赋予一个名字叫做坤 所以钱坤 天地 分别以钱与坤来代表 那泽呢 我们今天说是天上最上面那个洞云海的那个泽 人们到了山 到了湖 到了泽 到了水旁边呢 往往心情愉悦 那我们这边念字为对 对 对 上 缺 来代表泽 那火呢 那火呢 东方的太阳上升到天空中 火热热的太阳上升到离开东方 我们称之为离 然后离中须 然后地呢 最下面会动的 出雷声的 我们称之为阵 然后像个碗 像个碗 养鱼 养鱼是一个碗的形状 养鱼 然后风呢 驯 风吹动 无所不入 细小的孔入都会进入 我们能谦顺谦卑 做人谦逊谦卑 可以无往不利 无往不利 坎 水 地上缺土的那一块 那个水流动的地方 称之为坎 坎 中满 更 地上那个突出雾的高山 高山洋子 我们爬西马拉雅山 要有量而行 要次量而行 要限量而行 你自己有没有那个限度 你自己的能耐多少 要有一个节制 不是随便可以去爬的 所以限 更 称之为更 所以 过去在 福西那个时代的 天地水火 雷风 三者 我们赋予一个新的名词 钱对 离正 逊 坎 更坤 所以致此 钱对离正 逊 坎 更坤 你开始要背了 而且很要清楚的 钱是代表天 是三连的 对是代表辙 是上缺的 离 代表是火 是中虚的 正代表雷 是养鱼的 迅代表风 是下段的 坎代表水 是中满的 更代表山 是复晚的 坤代表地 是六段的 再说一遍 钱代表天 三连 对代表辙 天上最上上缺的 离 代表天上中间中虚的 正代表雷 地上最下端的 养鱼 迅 代表天上最下边的 会风动的 风 坎 代表地上中间流动的水 中满 更 代表地上上层的 那个三 复晚 坤 代表地 代表六段 所以钱对离正 逊 坎 更坤 请你开始背了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先天八卦的顺序 为钱对离正 逊 坎 更坤 有就是天 则 火 雷 风 水 山 地 那我们一般都是念 钱对离正 逊 坎 更坤 天则 火雷 风 水 三地 比较少念 一般都是念 钱对离正 逊坎 更坤 这就是先天八卦的次序图 钱对离正 逊坎 更坤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把它变成八卦 先天八卦图 图要由次序转成先天八卦图 首先呢 将钱对离正 逊坎 更坤 分成一半 前段 钱对离正 后段 逊坎 更坤 然后呢 第一步 天地定位 也就是钱与坤 之间要相互对应 定好位 大地的天与地 定好位 钱与坤 定好位 钱与坤定好位呢 你可以看到前面正好 这里的 逊坎 更坤呢 把它颠倒过来 逊坎 更坤 把它颠倒过来 然后钱与坤 天与地 定位好 下面呢 大地天与地 定位好之后 三 则通气 更为三 对为则 三放好位置 水 胡搏 胡则放好位置 三则通气 那于是这两个又相互对应好 更跟对 在八卦图里面也定位了 最后 水火 不相色 至于水火不相色是什么意思 我想这里我们并不需要做详细的解释 你只要知道两两相对之间的关系 天地之间 三则之间 水火之间 坎为水 梨为火 水火之间相对 最后 雷风相伐 雷 正为雷 迅为风 所以 正为雷 迅为风 在相互对应 所以整个整体的先天八卦图就因此定出来了 当我们得到了先天八卦图之后 前对离正 迅 更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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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的走向可以看这个图 前对离正 跳过去 迅 坎 更坎 好 那这样的一个先天八卦图 我们想办法给它背下来 记下来 那这包含了他的名称 钱在哪里 钱对在哪里 离在哪里 正在哪里 迅在哪里 坎在哪里 更在哪里 坤在哪里 那钱对离正 迅坎更坤 以及钱呢 是三连 对呢 他的形状 阴阳的形状 离他的阴阳形状 正阴阳的形状 坤的阴阳形状 迅的阴阳形状 坎的阴阳形状 那我们要知道 钱 他的阴阳形状是什么 那我们如何来记住 那我建议的下面的方法 你可以参考一下 首先呢 我们先把先天八卦图 的图要布图 布局先布好 首先呢 由中间分一半 中间分一半 然后分左侧跟右侧 以及上侧而下侧 由上而下 将 左边的前队离正 右边的迅坎更坤 那这样先把它图 布好 前队 也就是这个字 前队离正 这左边的前队离正 左边由上而下布好 迅坎更坤 由右边 右边右向往下布好 迅坎更坤 那在象形里面呢 我们知道两两相对 两两相对 天地之间 天在上 天地围在下 天地 水火 水火 那也就是右边的水 跟左边的火 水火 自己要有心里有这个图 天地 右水 左火 水火 然后山在右下 山 山 然后折 折在左上 山折空气 然后雷跟风 左下的雷 跟右上的风 雷 风 所以 天地 水火 山 折 雷 风 它相对的这八个位置 我们自己要把它放得清楚 天地 水 火 山 折 雷 风 前队离正 迅坎更坤 放好了之后呢 天地 水 火 山 折 雷 风 所以我们很清楚把这个自然的现象 天 折 火 雷 地 山 水 风 跟前队离正 这 以及迅坎更坤 他们的相对位置都给它放好放对 那它的卦形呢 我们用他们的银音跟羊的谣 来对它的八卦 天 前 三 连 地呢 坤六段 坤六段 然后水呢 水是地上中间会流动的那个水砍中满 火呢 是天上中间在中空的离中须 离中须 然后山呢 山呢 山是更 是地上最上层那个会动的山 山更复晚 然后折呢 是在天上最上层云海的会动的那一块 山 折对上缺 对上缺 雷呢 雷呢 雷震养鱼 在地最下面地动会有雷声的地震动雷声的震养鱼 风呢是天上最下面那个会动的迅下段 迅下段 所以前对离阵 迅坎更坤 他的位置天则火雷 风水山地 以及他的阴阳窑的卦形 都要把他背下来 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到第二部分 后天八卦 后天八卦呢 是有数字的 它有卦数的 一到九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那分别这个就是所谓的文王八卦 后天八卦 那这个后天八卦呢 各位可以看到一在这里是坎 二是坤卦 三是正卦 四是迅卦 五回中间 六是前卦 七是对卦 八是更卦 九是离卦 那这个后天八卦图呢 这是周文王 依照洛书 所画出的八卦方位 那洛书这个东西呢 在古代 其实他们示意是一个 老天示意的吉祥瑞兆 王会在一个物像上面显现 然后得到这个奇迹之后呢 以彰显 他是一个有德的国王 有德的君主 那么呢 他的权位呢 因此获得所谓的老天的支持 老天的支持 给予他这个神迹 那在当时呢 听说是有一个神规 在神规的背上呢 画了 分别在他的背上呢 有两个点 九个点 四个点 七个点 五个点 三个点 六个点 一个点 八个点 在他背上呢 分布着 分布着 那这分布的这个数字呢 正好人们算起来 不管是上 往下 左右 或任何一条斜线 算出来的数字 九加一加五 都是十五 所以认为 人们认为这个图案 是一个很神迹的图案 那周文王就运用这个神规上的洛书呢 来画出了这个文王八卦 文王八卦 那至于说 一为什么是砍 二为什么是坤 三为什么是正 四为什么是迅 五为什么是中间 六是前 七是对 八是更 九是离 那我们下面再说明 我们学习到现在 我们大约略也知道 先天八卦的图案 跟后天八卦的图案 是不一样的 那这两个卦 先天八卦跟后天八卦 分别代表的空间 或者它的意义 为何 我比较认同 这篇 这个说法 先天八卦 跟后天八卦 是在立体空间 垂直空间里面的 一个不同的面向 怎么说呢 那在先天八卦里面 我们用前与坤 天地定位 天地定位 天跟地之间呢 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 所以天人地 天人地 所以在先天八卦里面呢 我们上 有神的角度看 天人地 这个轴面 这个轴面 但是在这个轴面里面 我们刚刚讲中间是人 那在这个人的这一面里面呢 我们以 坎离 因为在人的这个大自然社会 你世界里面呢 水火 坎离这两个物质 是很重要的一个物质 我们离不开水火 离不开水火 所以把水火 坎离这个当成一个轴线 来水平展开 这就是我们的大自然 所以在 在这个 坎离的 这个人的这个人世轴上面呢 我们把它展开一个平面 那个就是我们的大自然 也就是我认为 后天八卦 慢慢因此而展现出来 以坎离为当主轴 当我们用坎离当我们后天八卦的主轴之后 在 这个大自然的社会里面 有一个方向 越走越热 那就是南方 就往南走越远 越走越远 相对的 往北方走 越走越远 甚至会下雪 结冰 那在这个主轴上面 北跟南之间 就定好 北为坎 南为离 那其他的六个卦象 会在那个位置上面呢 说实在也不太好解释 但在周一的说卦里面呢 曾经有一个说辞 要解释下来呢 他当然可以解释 正为何在东 对为何在西 以及不同的其他的四个 那我们试着解释他 但说实在的 用这个解释的方式 我还是很难背得下来 但是多少给我一个印象吧 曾经在周一的说卦里面说 后天八卦的顺序是 地出乎正 齐乎 取于训 相见乎离 至义乎坤 说言乎对 站乎前 劳乎坎 成言乎更 所以呢 正 逊 离 坤 对 前 坎 更 在这个说辞里面的顺序 就把后天八卦的顺序 说出来了 那他的解释是说 地 指太阳 太阳 然后呢 太阳给予万物的能量跟生命 故称为地 他出生于东方 在东方 而东方有一阳 因为正呢 在最大的下面有一阳 一阳起 一阳起 地出乎正 所以 地出乎正 那日照呢 慢慢增强 空气呢 开始流动 温暖的流动 在 午前 就是南方 午前 在 这个 位置上面呢 迅风 起乎 迅 所以呢 风呢 温暖的在那里流动 然后日照在中午最强 南方的火力 南方的火力 然后在这个状态之下呢 相见孤零 在这个时候 中午能见度最好 即相见孤零 午后呢 日照虽然慢慢的弱了 但是地表的温度还在上升 所以 至义乎坤 还在继续的给大地 给土地 坤 给他一些温度 给他一些温度 然后到了 夕阳西下 太阳没入地平线 大地开始转凉 阴阳的能量开始交换 故 上面 太阳已经下去了 他的正西方呢 这个西方呢 这个卦象上面 来了一个阴 就是慢慢量了一阴的对 即缩延乎对 太阳呢 虽没入了地平线 其能量呢 却从天空折射回大地 天空中折射 天空中折射回大地 故 称战孤前 太阳的能量全部被大地吸收 坎 坎坷坷 劳乎坎 被大地呢 都一直的消耗掉 太阳的能量被大地吸收 消耗掉 劳乎坎 坎就是坎坷 都很超劳 然后给他消耗掉 都给他吸收掉 最后呢 微量的太阳能量 还在山头 微微的放一丝的能量 地球吸收太阳的能量后 不断的向四周发散能量 直到剩下最后一丝的能量 在那山头上 地已经凉了 山头上呢 或许还有那一丝丝的热 沉言乎更 用这样周易的说 说卦来解释 后天八卦的这个顺序 你可以接受吗 希望你能接受 前面我们已经开始提到 后天八卦的顺序 分别是地出乎正 正讯离坤对前坎 更 那在这样的一个顺序里面 配合了他们的阴阳谣 这个挂项 我们也发现一个 蛮有趣的特性 乾坤生六子 也就是 他们的家族谱 在家族谱里面呢 我们正好发现到 以这条线来分割 男的都在一边 女的都在一边 我们怎么说呢 男的天 富 这个就是三个都是实现的 是为富 坤六段 这个称为母 那么在子女之下呢 女的 也就是在这个里面 这三个谣里面 越少的 那个谣 这有两个谣 一个阴 以少的谣 当基准 所以这个是断的 都是女性的 那是断在下面的 是长女 断在中间的是中女 就是次女 断在上面的 是少女 那第四个第五个以后 通通是归类为少女 归类为少女 那父亲呢 钱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以 这个最少的 这两个阴 阳 阳 那窑只有一个 这个阳窑只有一个 所以以阳 这个阳为准 所以这是男的 这个也是男的 男的 那男的位置呢 在最下面的第一窑 第一窑的部分呢 那这就是长男 中间的这个 就是中男 次男 最尾巴的 最上面的那个 就是少男 第四个男以后 也都归纳为少男 所以这个就是乾坤 生六子 分别 每一个卦 乾卦是副卦 坤卦是母卦 迅卦是长女卦 离卦是次女卦 对卦是少女卦 这个在未来 后天八卦的运用里面呢 有时候会提到说 某一个人是 什么样的卦 是什么样命的人 他的特性 他的个性 有奶腹之风 或者母亲的温柔 宽厚 或者长女处事的 决策 或者长男处理的决策 或者做事呢 微微缩缩的 可能像个少女 或者少男的特性 那那个是另外在谈 但是我们这边只稍微提到一下 乾坤生六子 在后天八卦里面 正好有这个有趣的特性 接下来我希望用先天八卦 转后天八卦的一个说明 一个理解的方式 让你能 当你记住了先天八卦的前队 临阵 训坎 更坤之后 你如何来增加你的记忆 来背后天八卦 来背后天八卦 这个记忆的背诵方式呢 我希望能用我的方式来解释 然后让你有比较进一步的印象 首先呢 先天的四项 生后天的四项 怎么说 先天是以乾坤 天地为主轴 那乾坤在这里 那他的横轴呢 是离坎 那怎么说呢 我希望把这个四个变成 乾变成离 乾是因为是天空中 那天空中有大一个太阳 在那里照耀着 所以呢 一个火热的太阳上升离 天火上升离 那地呢 是坤 坤 地这个水呢 在地流 地下在流动的水 是为坎 所以坤变成坎 那 离呢 就是离所谓的天上 因为有一个大太阳 一个火热的东西 那因为它的温度比较高 造成云层气流上的变化 容易打下雷 容易打下雷 所以离呢 会容易生雷 离生震雷 离生震 离生震 离打震雷 然后坎呢 水 越积越多 在地上的这个水 越积越多的时候呢 就会变成一个 湖泊 湖泊 湖泽 所以坎会变成对 坎会变成对 所以 这个 这个直走的乾坤 有变化好了 这个横走也变化好了 那下一步 我们来进行这两个 对变成逊 正变成更 那基本上呢 我们刚说过在后天八卦里面 有这样一条线 那这一条线呢 这一边都是母 女的 这一边都是男的 那 那当然在这条线呢 对 你知道说 她是少女 少女 少女 我们把它变成长女 也就倒过来 倒过来 这个 这一条线呢 变成在最下面 然后所以 由一个少女 变成一个长女 长女的 所以对 变成逊 那在这里呢 这个男生是长男 正变成 也是这样 颠倒倒过来 变成更 变成少男 所以 在这条线里面 当这个元素 这个元素 跟这个元素 分别是 长女 次女 少女 基因 成坤 成母 基因 成坤 成母 所以 这个地方就变成坤 所以同样的 这条线的这一侧呢 这个 长男 次男 少男 这个都固定了 基阳 成 钱 成富 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 钱 变成钱 我希望这样的一个解释 能让你在后天八卦里面 再增加一些印象 再增加一些印象 如果你没有办法 如果你没有办法 把其中的这个八个都这样子理解解释的话 至少 钱变成离 坤变成坎 原本的天地变成水火之间的关系 坎 北方的坎 南方的离 东方的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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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的队 坎 离 阵 队 至少 这四个 先把后天八卦的这个直走跟横走给它定位下来 未来 你在背的时候 如果忘掉某个地方 你或许记住这主要的轴线之后 你可以把它补起来 把它补起来 那我们有理解了这个方式之后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理解的过程 让你稍微了解一下 但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被诵方式 我认为最好的被诵方式呢 其实就直接的用我这个方法 把这几个坎离正讯 因为在后面呢 我们会开始真正应用到后天八卦的时候呢 坎离正讯是唯一主 乾坤更对唯一主 所以干脆就直接背了 坎离 你看我的位置 坎离正讯 所以记住了 一九三四 坎离正讯 我直接就画出来了 坎离正讯 所以把它背下来 然后呢 是分别代表水 火 雷 风 那另外还有就是乾坤更对 那乾坤更对 所以这个也直接背了 乾坤更对 六二八七 所以这个乾坤更对 也为一组 也为一组 分别是代表 乾是天 第三者 所以乾坤更对 直接就这样背了 那这个的理解方式呢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 天地乾坤之间的事情变成坎离 所以你可以很轻易的把坎离给固定下来 那么在离变成正 坎变成对 你或许不记得了 也没关系 但是你就干脆直接背了 坎离正讯 坎离正讯 一九三四 乾坤 因为这是相对的 乾坤更对 只是这个更对 这个位置有一点怪怪的 但是你把它慢慢熟悉下来 你就一九三四 然后六二八七 坎离正讯 乾坤更对 用这个方式呢 把后天八卦的这个图 这个卦形给它背下来 那你要能把它背下来 你能知道这些号码数字的对应 那么你也知道 每一个卦 它的阳卦 阴卦 前面你的先天八卦 前对离正讯感更坤 你们有没有记得很清楚 然后前是三连 然后坤是六段 谁是上段 谁是下段 谁是中虚 谁是中满 然后你这些都能把它对应下来的时候 其实在提到坎离正讯 你立刻就可以画出坎 原来是中满 离是中虚 正 是为最下面的一个 是一个负 是个养鱼 然后讯呢 是为下段 你要有这个能力 坎离正讯 把它 画出来 那也就是要你背八个字而已 理解 这边的理解过程 你可以理解 OK 那尽量 那你不想要这样的理解 至少把坎离这个主轴定下来 然后稍微多记忆一点 正讯 坎离正讯 因为未来在下面 我们要开始提到应用了 阳宅的应用 我们会提到说 坎离正讯 是一挂的 是东命人 不是东宅 那乾坤更对 是一挂的 是所谓的西命人 或者西宅 那我们下面 紧接着 我们来做一些介绍 好 让我们进行到第三部分 范例说明 论阳宅 在谈到阳宅这个部分呢 我会用三个例子 那这是分别呢 提到所谓的游年法 第二个呢 会提到紫白飞心法 第三个呢 提到流年 所谓的游年法呢 就希望在一个宅地里面 找出他的脊位在哪里 胸位在哪里 紫白飞心法的目的呢 是希望在这个宅地里面 找出他的财位 文昌位跟喜位在哪里 那游年法呢 因为每一年呢 都会有不同的变化 所以他的财位 他的文昌位 他的喜位 也会跟着变动 那所以我会用三个例子 来说明阳宅的一个知识 那希望这些知识呢 能让你未来对阳宅 定吉凶 炒财位 以及美论能流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最基本的知识 最基本的知识 那首先第一个例子呢 我们来解释游年法 游年法 那在这个不管是哪一个方法 都会论及到我们前面的知识 先天八卦跟后天八卦 所以我在谈下面的时候呢 你最好希望对于先天八卦的卦型 后天八卦的卦型都有一定的认识 那第一个游年法 在游年法里面呢 我们运用先天八卦的 前对离正 逊坎 更坤 你会不会很熟 这就是先天八卦的次序 前对离正 逊坎 更坤 然后在这个两行 分别有八个格子里面呢 有标号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们把前一对二三 离四 正五 逊六 坎 七 更八 坤 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 所以前对离正 逊坎 更坤 把这个局限布好 布好之后呢 我开始要准备论述 在游年法 它有一个口诀 叫做生五言六 或天绝福 那基本上利用这个口诀呢 来找出四个集位 生气 延年 天一 辅慰 以及四个胸位 五鬼 六上 祸害 绝命 那我们在这个布局不好的时候 你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布局里面的离 离 逊坎 正 不是正好 是我们后天八卦的 我说有一派 是一九三四 记不记得 坎 离 正 而在那个宅 而在那个宅地里面呢 运用那四个集位 来避那四个胸位 所以我们开始谈 那至于说 生气延年 天一 浮卫 无鬼 六杀 祸害 绝命 它的意思是什么 在我们的父路寺呢 有它的说明 网络上的 所以你自己去参考它的名字 我就不再去细讲 细讲了 对 在我们后天八卦 是在西方 所以针对一个对宅 一个坐西朝东的对宅 那它的四个集位 以及四个胸位在哪里 那我们来说明一下 离 前 对 正 这外头的这四个为主 迅 坤 坎 更 这里面的四个为主 然后对呢 既然外面为一主 它的对宫是为前 于是呢 利用生 五 言 六 祸 天 绝 福 的方式 把它排列好 那我们就知道说 在对宅的西方 视为福位 是其中的一个好位置 那还有生 是生气 生气 生气方是在前方 前方呢 是在西北方 是在西北方 那还有一个是 更 更是延年 更是延年 是在东北方 是在东北方 还有一个坤 坤是天一 是在西南方 西南方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在对宅里面呢 一个坐西朝东的房子 它的四个脊位 也相对的四个胸位 四个胸位 我们多举几个例子 在这个部分 一样 一个梨宅 假设我今天 梁的大门口 从大门以内 往外梁 然后发现到 它的这个房子的坐落呢 是一个 坐南朝北的房子 坐南朝北的房子 那这是一个梨宅 那梨宅里面呢 它的天一方在哪 它的生气方在哪 我们把它给找出来 还有符位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梨的对宫是为正 于是在用生五 言六 或天觉福的方式 把它放上去 所以南方是为符位 正 正是东方 是东方 是生气方 坎 坎 坎是在北方 是延年方 是延年方 那迅 迅是在东南方 是为天一 所以一下子 用这个方法 我们又定出来了 一个梨宅 一个坐落 由坐南朝北的房子 它的四个即位在哪里 那再多举几个例子 多举一个例子就好了 假设我们今天是一个坤宅 坤宅呢 是一个坐西南朝东北的房子 坐西南朝东北的房子 那坤的对宫是为更 然后应用深 五 言六 或天 觉 福的方式 所以坤宅里面的福位 就是他自己的西南方 是他的自己的西南方 那坤宅里面的天一方 坤宅里面的天一方 是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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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坤宅里面的生气方 坤宅里面的生气方 是东北方 是更 是东北方 那坤宅里面的延年方 是在前方 坤宅里面的延年方 在前方 在西北方 所以一个坐西南的方向的房子 朝东北的方向 坐西南朝东北的坤宅 他的四个脊位 跟四个胸尾就出来 所以用这个方法 我们就会得到 这个坎黎正逊 乾坤更对 他们所属的东或者西的挂形里面 他们的四级四胸的位置 你是东宅的坎黎正逊 是坎宅 是离宅 是正宅 是逊宅 或者西宅里面的前宅 坤宅 更宅 对宅 或者你是东四命 西四命的人 你的分别的四个脊位 四个胸位 他的一个表格 四级四胸表格 就这样子把它定出来了 那这个表格呢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跟上面这个表格是相关的 是相关的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那各位请记得 现在在这个表格 现在在这个表格里面是 坐北朝南 坐北朝南 所产生的表格 坐北朝南 那我们下面再多举一个例子 让各位比较有深刻的了解 我们再提后天八卦 1934 1934 卡尼正逊 分别是北方 南方 东方 东南方 以及呢 乾坤 更 对 分别代表西北方 西南方 东北方 西方 分别有1934 6287 然后五为中 这个数字 数字 那我们也知道 今天 一个房宅 如果是 坐东南朝西北的 就为迅宅 坐 那记得 你看看我这里方向改了 我们这是以北为准 朝南 但是我现在是迅宅 我就开始变了 我是坐东南朝西北 坐东南朝西北 其实中心都没变 只是转个方向而已 坐东南朝西北 于是把四掉下来 六朝上去 那顺序都不变 49276183 49276183 都没变 只是我们变的是 它的方位 因为自然是迅宅 就坐东南朝西北 坐东南朝西北 那么 把这个方位都排好了 它的这些坎位在哪里 离位在哪里 钱在哪里 坤在哪里 都放好了之后 我们刚才不是提到迅宅吗 迅宅 现在是迅宅 于是我们把迅宅的四级四级 套上来就好 例如在这里 迅宅 我们看看迅宅 迅宅 它的生气方 它的生气方是在坎 在1的位置上迅宅 就是生气方 1 它的生气方 是生气方 那我们随便抓一个了 迅宅里面的3好了 迅宅里面的3是谁 是延年方 迅宅里面的3 是延年方 所以把上面的那个例子 它的四级四级的表格套进来 是不是我们就把迅宅的四级四级 给定出来了 这个就是 油年法 这个就是油年法 我们来开始谈到最后一部分 运用紫白飞心法 来找出一个宅地的柴位 喜位 文昌位 也就是好的位置 那在这边 我先还是以迅宅 当例子 一个做东南朝西北的迅宅 那迅宅 我们知道 它是东宅 为什么呢 1934 那个宅呢 你记不记得 1934 这个 都坎尼正迅 都是属于东 属于东的 所以这个宅 所以这个宅就是属于东宅 那迅为四 四入五中宫 所以这个地方呢 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数字的排列 一个数字的排列 那坐东南朝西北 那坐东南朝西北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168 是白色的 是代表一个柴位 四呢 是绿色的 是代表文昌位 九呢 是紫色的 是代表喜位 喜位 至于说 这个图案怎么来 或许大家看不到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其实它是来自这个图形的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 原本的图案是 坐北朝南 坐东朝 坐北朝南 东西向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图 那试进来之后 试入中宫 试入中宫 这个地方我最后 我本来不是要提流年的案例吗 其实流年的案例 跟我现在所要讲的是一样 所以我最后流年的部分 我就不讲了 假设 今年是九入中宫 那九入中宫 你自己去画这个图案 你现在了解一下 我到底是怎么画的 假设今天是四入中宫 其实很单纯 你看这个图案 你感觉很复杂 其实我们先不要把它 那么复杂化 我们先按照顺序 完全按照我行走的方法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你记得 这不是一哦 再来一次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 二 三 你这样的顺序 三四五六七八九 一二三 是不是都很顺 最后只要把这两个对角的东西 调换一下 就会变成这样的图 就会变成这样的图 所以在这样图 它基本上是坐北朝南的方位 那我们今天要的东西是坐东南朝西北 坐东南朝西北 所以三跟五 三对五 那三八一六五九七二都不变了 三八一六五九七二都不变了 只是方位从原本的坐北朝南改成坐东南朝西北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 于是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西方西南方南方分别是财卫方 我们的中方是所谓的文昌卫 我们的北方是我们的喜卫 是喜卫 那如果你今天我们刚讲过 如果你要算流年今天 在还没有过农历年前 今年2018年 虽然是2019年的元月 还没有过农历年 所以今年还是久入中宫 久入中宫 我如果这样讲 我就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最后这两个数字 对调一下 就是久入中宫的牌法 久入中宫的牌法 这不难 各位可以自己再练习一下 那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例子 迅宅他的财卫方 他的文昌卫 他的喜卫 这个就是紫牌飞心法 可是也没有那么复杂 复杂的在后面还有一点点 因为谈到紫牌飞心法 他每一个数字 在五行里面都有五行的一个特性 他是金木水火土里面的某一个 例如在这个地方 我们说三跟四是属于木 那九属于火 然后二五八都属于土 然后七属于金 然后六属于金 然后一属于水 所以当我们今天一个格子 是在中央的时候 它是属于木 木跟周边的这些数字呢 都有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 相生相克的关系 那至于说如何相生相克 我们随便讲个例子 相生好了 假设今天是四是木 谁会生木呢 那一定是水 水生木 那水在哪里 水生木 所以水呢 依这个位置 依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会生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位置 而且这个位置又是个柴位 所以这个位置是好的位置 如果按照前面我们所谈的油年法 如果这个也是正好你是这个命的人 也是这个宅里面的集位 那当然就请你选择这个好位置 这个好位置 那我想我们这次的介绍呢 大概就这个样子了 有兴趣的人 请你自己去执行一下这个APP 这个APP它所依据的方法 其实就是我整个整套的说词 整套的说词 运用油年法找到宅的宅位 运用紫白飞心法 找到柴位 文昌位跟喜位 然后在这些数字之间 五行相生相克的关系 找出更好的位置 然后再运用当年度的流年 然后以当年度的流年 来再判定当年度的财位 喜位跟文昌位在哪里 以至于做一个相互的交集 第一个交集是 你是哪一个命的人 你现在在宅里面的是哪一个宅 那这个极位跟胸位如何 那再运用紫白飞心法 来判定这些极位里面 哪一个是你要的文昌位 或者喜位 或者财位 如果有重叠交集到 那你就更加的选那个位置 如果当年度又认为 那个位置是交集之后 也是一个好的位置 那你更当应该取之 所以这个是我要谈的部分 那我这一次的上课说明 我想就先到这个部分 至于后面还有很多的应用 未来在后天八卦 所产生的各种应用 我也正在学习 正在学习 也个人希望能了解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广大一面 那目前所学的只是初步的 我不敢说我知道多少 但我希望将我所知道的 尽量简单的 重点式的告诉各位 希望让各位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能跳跃我过去所遭遇的困扰跟困难 然后很方便的进入到学习的状态 那一些未来要学习 大家互相共勉知 互相共勉知 那我的联络方式呢 各位可以看到在这里 可以看到在这里 那我参考的一些资料 网络上参考的资料 也在这边请大家共同来参考 谢谢在教我最相关的知识的老师 我的林俊宽博士的老师 跟周本彤老师 他们教我让我有一个系统的了解 感谢他们 最后如果有什么问题 欢迎各位指教 谢谢您